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收看讯网破坏股追踪 今天要讲的股份是 38白龙康建国际 今早早股价上升 暂时升最多超过6% 高见过3.44 突破了重要的阻力位 亦创了52周新高 成交表现不错 康建主要从事保健和牙科服务 销售保健产品、药品 还有物业和证券投资买卖 公司在中期的业绩扭规为盈 公司早前亦公布 以行使进科网络 1500万元的可兑换票据 兑换了9.88%的进科股权 之后进科和环宇国际 亦成立合营公司 从事电脑和移动电话游戏的开发和销售 看技术走势方面 康建今日破位之后 14天的RSI升到73.6 进入了超卖区 如果成交配合 有望可以挑战3.8%的水平 投资者适宜等待机会 作一个中线的买入 多谢收看讯网破位股追踪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